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7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显示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制造业投资连续回升 就业完成全年计划的八成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之下 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随着减税降费红利的不断释放 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不断急剧壮大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中国经济稳健前行有着坚实的基础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7月份工业生产总体平稳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投资都保持平稳增长 制造业投资增长3.3% 连续三个月小幅回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 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7% 同比下降0.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不管是从生产投资 还是从就业等方面判断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 1到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67万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79% 为保障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公安部 中国人民银行 出台专门文件 从支持多渠道就业 强化就业权益保护 扩大就业间隙规模 扩大求职创业补贴对象范围等方面 帮助高校毕业生 更好地融入就业市场 今年以来 国家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 拿出1000亿元资金 加大力度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随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稳步提升 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在持续增强 今年上半年 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 同比增长4.7% 今年上半年 战略性的新兴服务业 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增长 都超过12% 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合力 进相迸发 创造了大量的新岗位和新的职业 针对目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外界担忧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稳健前行 今年以来 中国采取的逆周期调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正在逐渐显效 新个税法实施 增值税下调 社保费率降低 一系列更有利的国家政策 降低创业成本 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到了减税降费的红利 新动能也在不断急剧壮大 这都为下阶段中国经济增长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